台湾国际创意设计大赛连续从缺三年的金奖 今年终于有得主了 平常我们用的游标尺只有30公分 可是如果你要量的物品超过了30公分就很麻烦 有一位中国大陆的设计师解决了这个问题 评审说就是因为它够简单又很实用 所以得奖了 仅有30公分的黑色长尺 看似普通 但中间的小圆点却能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如果我要量这个长度 现有的办法那30的是不够的 现有的做法我要一只手摁着这个地方 然后把尺子移过来 然后我自己还要再加一遍 30加15大概45的样子 设计师杨凯亲自示范 这是今年睽違三年的台湾国际创意设计大赛 50万元金奖得主 评审陈俊良说因为作品够简单所以得大奖 其实我觉得台湾这几年来在做设计竞赛的学生也好 或设计师也好 常常把设计弄得太复杂了 跳了两届得到金牌奖这样的一个殊荣 他的作品真的够简单 所以在生活我们的日常里面 其实很多很简单 还没有被克服的问题 其实等着设计师去发现 设计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还有获得家座的城市牧羊人盆栽设计 设计师将香草植物像是薄荷迷迭香跟棉羊做结合 增添生活乐趣 等于说植物长高的时候 就像羊的毛就是长出来这样 然后它一方面也是提醒你说 就是它长超过那个羊的骨架 就提醒你说那个植物可以修剪来使用了 一压一拉 这个设计奇特的物品 其实是垃圾桶 三位应届比验身突发奇想 利用折纸技术 设计可压缩的垃圾桶 获得特别奖 台湾国际创意设计大赛2015年将结合经典设计奖 邀请全球各地的专业设计一同参加竞赛 开拓台湾视野